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的头条应该也是国际瞩目的重中之重 就是习近平的完全集权 他的新的领导班子出炉 中共二十大闭幕 习近平第三届的任期 揭开序幕了 而广谷今天大跌 大跌到13年的新低 习的彻底集权应该是主要原因 习近平三度连任中共的总书记 新任常委名单 清一色是习加班 画面上这六个人是新进入常委的 那么分别是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勤 丁薛祥和李希 现任总理李克强确定裸退 显示中共的其他势力团派 江派全部出击 就是习派独大 另外一个您也注意的焦点 就是在这一次闭幕典礼还没有结束 前总书记胡锦涛就在中外记者面前 疑似非自愿遭人带离座位 引发全球议论 而中国官媒新华社随后发出英文的Twitter 说法是胡锦涛身体不舒服 必须提前离开 二十大打破了二十年来的惯例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里面 完全没有女性出任委员 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周日上午的新一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会上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一如外界预期的开启第三个五名任期 至于其他六名常委 除了赵乐际与王沪宁 是从上一届就跟在习近平身边的老班底之外 李强 蔡琴 丁薛祥 李希等四个人 则是首度入常 他们要么是习近平过去 在浙江或福建主政时的老部下 要不然就是习近平的老乡 也就是说 中共新一届领导人 诠释习近平自己人 其中 新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 在政治局清明常委中排名仅次于习近平 尽管可能在明年三月取代李克强 担任下一届国务院总理 但李强过去没有任何中央政府的工作经验 而他最知名的攻击就是今年在上海 严格执行习近平的清零防疫政策 上海民众对封城导致的不变 和经济衰退忍无可忍 在李强视察时当面呛声 至于2017年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琦 知名政绩除了主办今年二月的北京冬奥之外 就是备受争议的清理低端人口运动 大规模拆除联租出租房 强逼在北京讨生活的弱势族群离京 如今蔡琦成功高升 将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长期担任习近平秘书的丁薛祥 入场后预料将负责香港和澳门事务 外界推测此举有助于习近平意志在港澳的彻底贯彻 至于统治核心圈的中央政治局 习近平则打破长期以来的七上八下政治惯例 也就是六十七岁可以留任六十八岁需离任的官员年龄默契 把主导战狼外交的外长王毅以六十九岁之灵 首度拉入中央政治局 并且把中央政治局委员缩减一人到二十四人 其中超过半数的十三明星面孔都是习近平人马 过去声称女人能顶半边天的中共 这一次打破二十年来惯例 首度没有女性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而习近平的全面掌控还不止如此 在二十大闭幕当天 习近平的随乎孔少逊 竟然在会议进行之际 当着全球媒体的面 把前领导人胡锦涛从座位上拉起来 半推半拉的代理会场 尽管中共官媒发英文推特称 胡是因为身体不适离场 但媒体拍下的画面显示 胡锦涛满脸不情愿 至于曾经获得胡锦涛指定为隔代接班人的胡春华 这回则被习近平扫出政治局 显示在当前的中共政治斗争之下 不再有互相妥协 而是赢者全拿的新局面 新一届中共领导班纸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成员年龄偏高 最年轻的都已经58岁 外界分析这可能反映习近平有意在五年后继续执政 但政治权力乘起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 反而会让中国的动荡风险升级 从港股周一开始后持续探底 恒生指数创十三年半新第一 人民币也持续贬值 可以看到市场对于权力集中在艺人身上的习近平时代 恐怕并不乐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